今天的男单和女单赛事传来捷报 我国的乒乓小将郭勇和女单好手曾坚 都是以4比1战胜的对手 杀入今天下午举行的决赛争夺金牌 比赛一开始 曾坚先发制人以11比7拿下了第一局 但泰国的奥拉万很快就是以11比6夺回了一局 在接下来的两局中 曾坚是稳扎稳打 以12比10 11比9的成绩连夺两局 在最后一局的比赛中 虽然泰国选手一直维持领先优势 但是曾坚努力不懈成功地反超 最终是以15比13的成绩拿下了4局胜利 以总比分4比1晋级决赛 曾坚将在今天下午对垒泰国的选手 速塔悉尼争夺乒乓乓球女单金牌